俄罗斯曝光了自己的战斗空间站 装备有专门设计的太空导弹 以及一门23毫米炼式机炮 经历40年仍旧可以正常开火 是全球唯一一个在太空中发射过的实弹武器 欢迎各位收看本期迷彩虎 我是虎哥 俄罗斯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好国家呀 别的不说就说他们的家底那是真的厚 每当你觉得俄罗斯快不行的时候 他们总是能从床底下掏出来苏联时代遗留下来的黑科技 真就是科学发展靠靠古 过去的几年里 俄罗斯依次掏出来了末日系统 核动力巡航导弹 可以通过引爆又发海啸的波塞冬鱼雷 现在又掏出来了金刚石战斗空间站 这个东西是真的和欢 美国人组建了太空军 却并没有想好太空军的具体作战方式 然而人家苏联早在冷战时期就想过了 而最终成果就是金刚石战斗空间站 这款空间站主要用于情报监视侦查任务 隐藏在民用卫星之中 并且他们在空间站里部署了导弹和机炮 这些武器对太空中的卫星自行攻击 可以对美国的卫星自行拦截反制 早在该空间站上天之后 就已经进行过一次武器测试 而武器系统可以顺利发射 并且具有一定的威力 根据俄罗斯电视台的军事验收节目报道 2021年俄罗斯对该空间站进行了又一次测试 测试结果是武器系统依旧可以正常使用 能对美国卫星造成实质性威胁 该空间站装备两个主要武器 一个是23毫米机炮采用弹链供弹 另一个主武器是一种混合动力导弹 看上去像是一个圆柱体的小型榴弹 由于真空特殊环境 如果使用传统爆炸式导弹 会对卫星轨道造成重大威胁 严重情况下可能会导致脂方卫星也无法正常使用 所以其战斗部变成了一种实心弹丸 争取仅仅对轨道上面的卫星造成伤害 该导弹同时具备雷达制导功能和激光制导功能 可以确保精确命中目标 有效射程高达100公里 在实战中 空间站里有一名操作员负责操作这些武器系统 这个宇航员就是实质上的太空作战人员了 1978年金刚师计划被终止 但是已经造的金刚师空间站并没有被废弃 仍旧被保留并使用 只不过一直是秘密使用 从来没有公开过 毕竟当今世界上还具备载人航天能力的国家并不多 中国是一个 俄罗斯也是一个 哪怕美国人搞三人航天 也要租用俄罗斯的船 想要保住自己在太空中的小秘密 还是非常简单的 这个秘密呢 是2021年曝光的 刚才我也说了 2021年俄罗斯进行了一场公开武器发射测试 使用机炮进行了实弹操演 至于他们搞实弹测试的原因 是因为2020年的时候 美国人公开指责俄罗斯政府进行轨道反卫星实验 并且在国际上对俄罗斯人进行了强烈谴责 而我们都知道 当美国人谴责一个国家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或者是远超时代的黑科技的时候 那你至少真的有 俄罗斯也是涉案其道 所以他们直接在次年公开了自己已经有的金刚石战斗空间站 虽然说这套系统是40年前的苏联开发的 但其战斗力可靠性都是经过验证的 对现在的美国卫星造成威胁不是太难的事情 事实上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美国人就再也没有就这件事情找过俄罗斯人麻烦了 之前找俄罗斯空间站的麻烦是因为美国的情报系统觉得 俄罗斯测试的新空间站大概率不是什么情报武器 但是现在俄罗斯人拿出了真的太空武器 并且通过实弹设计的方式证明自己的武器是具备实际战斗力的 你看美国人还说话吗 至于打下来 你当然可以打下来 毕竟这个东西是绝世目标 但这仅仅是在战时和平年代 你可不好真的下手 而且退一万步说 你要怎么打 当今世界反卫星武器不成熟 地面反卫星也就这么回事 而且就算把导弹激光打上去了 你也不好找目标 因为目标本身是个间谍空间站 外观和普通的民用大型卫星类似 也还不好分辨 所以唯一的办法就只有制造同样的战斗空间站 对俄罗斯造成同等威胁 而现在美国的太空设备制造和发射能力 那就刚一言难尽了 有道是瘦死的骆驼 比马达 你别看俄罗斯现在这么拉 但如果愿意翻一翻窗底 总是可以抛出来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好东西 打在美国人的七寸上 打使阁可 打出美国人的四周